今天在CPU整体的部分 也是蛮强势的 我们来看看3363的上全 上全的股价真的很厉害 上个礼拜五是一根长红棒 今天直接跳空 又在网上锁住涨停板 110.5块钱 另外3450的联均 今天也不错 突破之前一个小小的平台 整理区间已经不是问题了 来到77.4块 很多档个股在今天 也有极起直追的迹象 包括了3163波若薇 还有4979的华星光 整个族群来说 好像雨入均瞻 再加上MWC登场 相关的网通物联网 5G这个效果 好像持续的会在显现出来 加持之下的情况之下 这个族群我们应该如何来看待 毕竟有一些个股 涨比较多一些些 而且今天是用跳空 往上的一个方式 还可不可以来追呢 赶快要来连线 华冠头盔的分音师范振宏 老师早安 又要早 观众朋友 大家好 好 老师 我们今天看到这个CPU 矽光指向关的一些个股 如果说再把它扩大一些 整个网通族群的话 您怎么来看待 投资人会说 CPU这么样的红 那么是不是整个族群 放眼望去的话 还没有涨到的 都可以多加注意一下 应该怎么来锁定个股呢 还是要提醒一下 那个CPU跟网通 还是内部 其实说他们都是网通 不过他们还是有区分 然后CPU的真正的 应该说量产的时间 应该也会在明年或甚至要到后年 应该是后年的机率还是比较高 目前其实比较 在实际在用的技术还是所谓是LPO的部分 那这个大家可能前提先跟大家 待会讲一下 那最近的那个CPU族群在喷 主要是在涨这个Solar的题材 那为什么这个Solar题材跟网通会有关系呢 跟这个光通讯会有关系 就是因为他们相关的需求 就是文字的转引音 文字转引音的功能会导致相关的 这个资料传输需求大幅上升 所以就推升了市场呢 去想象说这个CPU的进度可能会提前 或是说相关的技术呢 会得到更多资本支出的抑注 所以导致说短线呢 这些像是联军啊 潜顶啊 或是说上权啊 这一类的CPU族群呢 其实上就出现一个比较联动的一个上涨 所以这个比较是偏向题材 不过你说他们基本上不好嘛 也没有 他们最近整个未来这个可能到2030年 他们的年复的成长率都是20-30%以上 所以其实长线大说这个基本面是看好的 只是说短线呢 主要是在找这个题材 因为比如说你去看营收的话 其实蛮多价个股去营收 是还没有跟上他们的股价的 这可能大家先留意 不过基本上呢 产业的方向是正向的 这个可能大家可以先去做一个观察 整个产业是比较正向的 老师也是给予这个肯定的 不过另外我们来关心到今天呢 在这个盘面上 有一些这个消息面的激励之下 包括是在3037的星星 好 星星大家之前也是说呢 好像这个涨势涨了一小波之后呢 稍微整理时间长了一些 好 今天呢 这个一根红黑棒往上表态 创了一个波段高 虽然说是流上影线 但至少说星星未来资本之初 要追加将近有四成左右嘛 那么另外我们也看到2368 在这个金像店的部分 好 今天呢 这个表现似乎也有稳住的迹象显示 2355的近红 今天也是红黑棒的格局 之前我们可以看到 它都整理好长一段时间 这几档个股或是整个族群 放大来看的话 老师怎么来看看呢 这个星星 尤其是星星今天说要扩产 这个利多会反映在股价上吗 好 那基本上呢 这个星星是台湾的APF宅板里面 现在目前唯一有通过 这个AI相关认证的这个厂商 所以会看到说 星星南电跟景硕三家 这个APF宅板的部分 星星的表现是相对来说强势的 那当然说它今天下午要开法说会 那法说会大概就是要留意说 市场后续怎么去反映这个股价 那当然说以星星来讲的话 在APF相关的产能供应的状况 这个状况基本上还是有比较多的疑虑 那所以最近技术面有转强 那我觉得说就是从技术面去做观察 因为难免下午这个法说后面 过后呢像市场又另外的一头热 去挤入这个星星的里面 所以说以目前技术面来看 我觉得就是2月19号这一天的 关键红K的这个低点 基本上没有收破的话 基本上目前基本面 应该说技术面来说都还是偏多的 那另外在2368的镜像店 就不用讲它就是台湾PCB里面 售位AI售位最多的 不过之前在分享的时候 我有提到就是镜像店 虽然说在第一季营收 也会有单机不单的这个利多 这个是大概市场已知的一个状况 那只是说以目前的孤词来讲 它真的是在目标价区间内 那所以说有没有进一步的往上空间 这个不好说 那但是你说它短线呢 应该说基本面的护程是很强的 所以你说短线可能就是 要可能有近代有什么一些 新的利多消息才有机会再去推升它 去做创高 否则我是认为 金刚电在这边持续整理的机会 反而是比较高的 那这可能大家去做注意 那2355的进棚 其实它之前在电动车的题材的时候 它也有沾到 不过因为它的电动车的 营收代表其实很低的 相对于像是见顶或是高际这类的车用PCB 那只是说因为大家知道今天电车状况不好嘛 所以就变成说大家开始又回头去看燃油车 那金鹏在燃油车这一块 大家说这比重是比较高 所以自然就变成说 在车用PCB里面 它反而是进行面表现是比较强势的 那它的技术面就也很明确了 就是最大量的低点 那个2月19号低点 基本上在上周期是有收破的 所以目前是会比较定调说 它是目前是处在一个整理的一个阶段 这个也会大家去做观察 那另外在2313的滑通的部分呢 大家知道下一个上礼拜四 它是带一个非常大的大量的涨品 那星期五是开高走低 也报了更大的量 那当然说滑通这边 因为星期四呢 它是创了一个 就是近几年来的新高 算是一个突破 就是创新高的走势 那它的主要题材就是 虽然说去年 因为它往常来说 都是看那个苹果概念股 那每年第三季第四季 它的营收都会进入一个 比较季节性的高峰 那往年呢 在第一季的时候 基本上它的营收都会比较淡下来 但是因为今年它有一个 就地轨道卫星的营收的益柱 所以变成说 第一季第二季有机会 营收不会像往常这么淡 那反而提升了 就是市场对它的关注度 那我觉得大家也可以 持续去留意一下 它后续的表现 好 就是在郑黄老师的一个解析 我们非常谢谢郑黄老师 在后续呢 都是持续看多的 尤其呢 这个整理过后 再发动公式的 可能会比较稳健一些了 好 另外回到 在加钱指数的部分 指数呢 今天最高 一度冲高到了18946点 好 现在是不是正往这个目标前进当中呢 目前的指数有弯头往上走 上涨了46点左右 那么现在来到了18933点 好 指数看起来呢 又有再冲高的意愿出现了 那么个股呢 等一下还有更多的解析 我们先休息一下 再回到节目现场 感谢观看